bill 있거든요 這個圖色還是從以前到現在 我還用二十幾年還是在用 每次我遇到問題在手裡的時候 我通常都會看到這個圖 把這個圖拿起來看 告訴我自己 絕對看問題 不能看到那個 只看的去的部分而已 你要比别人厉害比别人聪明 你必须要看到这个看不到的部分 我们还有一个新的叫科兰推理学 主要就是逻辑推论 逻辑思考你不只是应用在学术上 应用在士农工商 或者应用在宗教 通通都要逻辑思考 宗教人说宗教有没有逻辑 宗教非常注重逻辑 所以说宝贝的话 也是非常有逻辑的一个概念的一个技巧 所以宝贝是很难的 王水土种家 周先主要是他 相信说宗教这点 这几个缺点是不是这样 还是什么象徵 王水 有一次在85年的時候嘛 那個時候我去港管工拜拜 那忽然就媽祖那個機身 就跑過去把我拉過來 拉過來就寫說 畢竟我等你20年 有任務要給你 那當時我也不相信啊 當時因為他還年輕嘛 還年輕二十幾歲而已 還年輕 媽祖說我的任務就是要 傳錢教系統 怎麼去問神明問題 我的角色是站在神明跟信徒中間 幫他問問題的一個橋樑 對不對可不可以 是不是不是我說了算 也不是當時的說算 是神說了算 我只是問問題 對不對 那對不對要一直一定要三杯 所以說這個是最客觀的 沒有人文因素介入 因為沒有人會去翻動那個杯啊 所以說你只要問對問題 一定有三個杯 踏入這個宗教界 就一路這樣走到現在 從我發覺台灣真的 在宗教的這方面 真的是蠻缺邏輯思考這一塊的 就是很多人來問事業啊 問說你要問什麼 問事業 你需要問什麼 你說我就不知道要做什麼 要來門外請來做什麼 你覺得這個可以問嗎 不能 你應該先去找工作 有好幾個 兩個三個 找到了 不知道要做 就選擇哪一個 做哪一個 你才會問神幫你 決定一個 對哪一個對你未來比較好 才行 所以我們問問題啊 問得準不準呢 其實我們人要負責一半的責任 五分神五分人 人完全依賴神明 依賴宗教 他太迷信 你應該自己先走 走到雙岔路 不是到往右往左 這個時候才來問神 我請神幫你做決定 這才是在未知中 做出選擇 我最想看到的是 他第一次來找到 信徒第一次找到我 那是愁眉苦臉 可是經過我們神明 把他處理好之後 情況改善 笑得很燦爛 我最喜歡看到這樣子 因為宗教就是要 要 安定人心 要給他信心的希望 處理好之後 整個運勢改善了 事業也順了 再來拜拜 感謝神明的時候 你看笑容就不一樣 我最想要看到這個 我最喜歡看到這個 我最喜歡看到這個